贵公子和穷军官同时爱上了一个女人,他们决定来场勇士之间的较量,两人在河边激烈地打斗,贵公子很快就落了下风,胸口中箭,危在旦夕,但他却赢得了女人的心,两人互定终身,狼情惬意,然而在这战火纷飞的时代,他们的爱情又能持续几时呢? 1762年,俄国皇后叶卡捷琳娜在一大部分手握政权的贵族军官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她秘密绞死了自己的丈夫彼得三世,并告知外界,她是因病而亡,随后便取而代之,成为了俄国的最高统治者,自封女皇,一大批贵族军官积极拥护女皇的统治,相应的,他们的地位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格里就出身于这样的贵族家庭, 作为贵公子,她可以说是要风得风,要语得语,父亲对她很严厉,在她12岁时,就为她请了一个家庭教师,休息各门课程,然而这个教师为人轻浮,行为不端,在她的影响下,格里也开始变得劣迹斑斑,不仅在上课时和女仆不清不楚,还公然在外面招惹良家妇女,父亲恨铁不成钢,在她16岁时,决定将她送去军队参军,格里并不担心, 她反而觉得,参军不过就是换一个地方继续享乐罢了,而且以自己的地位,在军队里根本不会输到拐束,不比待在家里听父亲的训斥要好得多吗? 她很乐意前往,然而等她出发的时候却傻眼了,父亲为了将她磨练成一名铁血军人,将她送去了边远的寒苦要塞,奥伦堡要塞,而不是金卫军营,在那里她不仅没有地方寻欢作乐,反而还要吃一番苦头,格里的幻想破灭了,只能乖乖服从父亲的安排。 临走前父亲教导她,作为一名军人,要效忠主军,要听从上司的差遣,但不必阿谀奉承,还告诉她了一句至理名言,爱惜衣服要重新穿时,爱惜名声要当少年时。 在仆人的护送下,格里踏上了从军路,满天冰雪里风雪漫天,前方的道路都已经看不清楚,很快,格里和仆人就迷失了方向,好在他们遇到了一个流浪汉,普加乔夫。 普加乔夫给他们指了一个方向,把他们带回了自己的村子略作休整,普加乔夫这个人豪迈又无拘无束,他穷困潦倒,单薄的衣服也不能帮他抵御风寒。 格里为了感谢他,临走时不顾仆人的阻拦,把自己的兔皮袄送给了他,他此时并不知道,未来的自己将会与这个男人产生怎样的纠葛。 数日风雨兼程后,格里终于抵达了奥伦堡要塞,然而这还不是他最后的目的地,正当他卧病在床时,他的父亲寄来了一封信,要求这里的军官把他派到更偏远的白山要塞,格里深知自己逃不过父亲的掌控。 短暂休息之后只能再度出发。 与此同时,野心勃勃的普加乔夫发动了叛乱,他自称沙皇,反对女皇叶卡杰琳娜的统治,医学为师,向平民表示自己的决心。 大批民众都早已不满沙皇政权的压迫和剥削,当下就拥护了他,跟随他开始了起义,他们四处纠结民众,声势逐渐浩大。 几天之后,格里也终于抵达了白山要塞,刚到这里,就被上位的女儿玛莎划着雪橇撞倒了。 他第一眼看到玛莎就觉得她很不一样,和玛莎似乎很惧怕她,始终不肯和她说话,格里只能远远看她几眼。 晚上,在餐桌吃饭时,格里终于近距离见到了玛莎。 这个女孩儿纯纯可爱,淳朴端庄。 聊天时,上位的夫人看格里像个富家少爷,便问起她家里的情况,有多少个仆人。 格里漫不经心地说有三百多个,夫人惊讶地何不拢嘴,这世上竟然有这么富有的人啊。 随后,她便说起了自己的家境,还扯到了玛莎身上,说他们家穷得都没有钱给玛莎出嫁妆,她恐怕只能带着那几把扫帚嫁人了。 她性情爽朗,肆无忌惮地开着玩笑,全然不顾有外人在场。 玛莎羞涩难当,尴尬地跑了出去。 一段时间之后,格里开始和一个少尉施瓦布林数落起来。 看得出来,施瓦布林很喜欢玛莎,只是玛莎一直不愿和她相处,而初来乍到的格里也对玛莎很有好感。 两人都对对方感到心思,心知肚明,暗自较劲。 一日,施瓦布林提出两人比赛,谁击中的西瓜多,就可以亲吻玛莎。 格里心中动容,又怕玛莎不答应。 但随后,施瓦布林就告诉她,自己已经和玛莎约定好了。 比赛时,格里拼尽全力,赢了施瓦布林。 然而,当她找到施瓦布林,以胜利者的姿态安慰她时,施瓦布林却嘲笑她, 我只是开个玩笑,你不会当真了吧? 你不会真的以为,玛莎愿意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人亲呢? 格里心中大怒,气愤施瓦布林这样戏耍自己。 然而为了脸面,她并不能做什么,偏远的山区,自然有她淳朴的乐趣。 慢慢地,格里不再觉得这里的生活无聊了。 她开始重新学习之前的课业,有时还会翻译外文书、写诗。 她和玛莎也逐渐数落起来。 相处之下,格里也越发觉得她是一个感情细腻又明理的姑娘。 然而正当格里还不敢表露心意时,施瓦布林已经开始了行动,她送给玛莎一副耳环,请求她嫁给自己。 玛莎没有同意,把耳环还了回去。 施瓦布林却不敢放弃,她不断纠缠玛莎。 在看到格里给玛莎写的情诗之后,她心里醋意大增,对格里冷嘲热讽,言语间满是羞辱。 格里很气愤,她决定和施瓦布林来一场决斗。 然而两人刚约定好,决斗的消息就被告发到了上尉那里。 上尉不同意他们进行决斗,因为施瓦布林此前就曾在决斗中杀了人,所以她才会被吓放到这里。 她是个心狠手辣的人,格里说不定会因此丧命,上尉收了他们的配件,还把他们关了禁闭,让他们握手言和,他们乖乖顺从。 玛莎也终于主动找格里说出了心里话,她说自己不喜欢施瓦布林,她脸上总是一副嘲讽的表情,她不喜欢被她爱着的感觉。 得知了玛莎的心意后,格里决定和施瓦布林来一场决斗,以勇士的方式得到自己心爱的姑娘。 他们悄悄在河边开始了决斗,施瓦布林心狠手辣,年仅16岁的格里根本不是她的对手,她被施瓦布林侧中了胸口,还好在医生的救治下捡回了一条命,而这场大病也帮她赢得了玛莎的心。 玛莎整日寸步不离地照顾着格里,她也爱上了格里,格里终于鼓起勇气向玛莎求婚,还给家里寄信,请求他们同意自己的婚事。 本以为两人会这样幸福地生活下去,然而不久以后,格里便收到了父亲的来信,父亲在信中说不同意他们的婚事,还痛斥了格里决斗的鲁莽行为,说自己会亲自来教训格里。 然而,格里忐忑几日之后都没等来父亲,因为此时外面已经开始战乱了。 冰天雪地里,英勇的战斗民族正聚集在厚重的兵面上杂兵不遇。 就在这时,普加侨夫率领异军出现,他们以金钱全力自由为筹码,以死亡加以威胁,威逼利诱之下,民众纷纷跪地称臣。 普加侨夫带领的叛军一路前进,很快就打到了白山要塞,而附近要塞上的上尉已经惨死,尸体被送到了白山要塞。 还有普加侨夫派人送来的招响书,尚未一辈子征战沙场,是铁血英雄,怎么肯屈服于区区叛军。 他整顿军队,修缮武器,决定于叛军决意死战。 而格里虽然荒唐过一段时间,但骨子里还是正直无畏的。 他也决定参加战斗,他让尚未把玛莎和女人孩子们送到更安全的要塞。 离别在即,情侣们都开始进行最后的告别。 玛莎和格里来到了谷仓里,请到深处,格里却停了下来,他拿出了父亲的信。 玛莎见格里的父母不同意他们的婚事,心灰意冷准备离开。 格里拉住了他,向他说明自己的心意。 他敢肯定,自己父母见到他之后一定会喜欢上他的,他们可以去请求玛莎父母的同意,不管什么样的情况都不能将他们分离。 格里的真情打动了玛莎,第二日他没有离开要塞,道路已经被叛军切断了。 叛军来势汹汹,在普加侨夫的带领下,他们一拥而上,不久便打到了要塞。 炮弹已经打完,源源不断的叛军冲进军营,格里也拿起配件近身肉搏。 然而寡不敌众,上尉最终败了,军人们纷纷倒戈。 上尉却不肯屈服于叛贼,被普加侨夫当众绞死。 夫人闻声赶来,也被叛军杀害,而卑鄙无耻的施瓦布林则迅速投靠在了普加侨夫麾下,下一个要处死的就是格里。 叛军拖着将他放到了绞刑架下,伯人上前阻拦,被普加侨夫认了出来。 他注意到,灰头土脸的格里正是当初送自己皮袄的少爷,于是下令放了他,劝他服从自己。 格里呆呆地站在原地,不肯降服,普加侨夫不想杀死自己的恩人。 然而他再三劝说,格里都很坚定,他已经发誓效忠女皇不会背叛。 他让普加侨夫放自己走,普加侨夫同意了,随后他前往下一个要塞,把统治这里的权利交给了施瓦布林,封他为白山要塞的上尉。 而此时的玛莎却在短短一天之内变成了孤女,他无依无靠,他用权力囚禁了玛莎,格里无能为力,只能先前往奥伦堡重尝记忆。 不久,施瓦布林就打到了奥伦堡,将军不甘示弱,拼死相抗,两边周旋不下,施瓦布林见攻不下便采取了围困的措施。 要塞的人们在饥寒中苦苦挣扎,艰难度日。 另一边,施瓦布林囚禁了玛莎,逼他嫁给自己。 玛莎宁死不从,他相信格里总有一天会回来救自己,他还给格里寄去了求救信。 格里收到信后心急如焚,请求将军派给自己一支军队前往白山要塞救回玛莎,并拿回要塞。 然而将军觉得他太过鲁莽,这样只会白白送上更多军人的性命。 于是格里独自前往普加乔夫的营地,让他帮自己去白山要塞救回玛莎。 普加乔夫听了哈哈大笑,问他们是什么关系。 格里脱口而出,玛莎是自己的未婚妻。 普加乔夫决定帮他,第二天便带着他回了白山要塞。 路上普加乔夫说,自己清楚地知道叛乱的下场,但他宁愿做一只老鹰,度过短暂的几年,也不愿意做一只乌鸦,拥鹿地活上三百年。 然而,他空有雄心壮志,却不懂得如何说服民心。 他行为残暴,现在的荣耀也只是一时的假象而已,就像烈火,来得去猛,吸得也快。 格里赶到白山要塞时,玛莎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 他神情恍惚,格里来时都差点没能认出他,格里安慰许久才把他安抚住。 格里求普加乔夫放自己和玛莎一起走,普加乔夫同意了,他的确不是一个仁慈的起义者,但却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格里带着玛莎去了奥伦榜要塞,格里决定留在这里打仗,他让仆人护送玛莎回去父母的庄园。 在战火之下,格里也逐渐成熟了起来,他明白了谁才是值得自己珍惜的人,对忠心的菩夏也不再遗旨其事。 普加乔夫带领着乌合之众一路烧杀抢掠,数以百计的贵族家庭被残杀灭门,他们连妇女和孩子都不放过。 迷茫的民众也朝三暮四,早上还在宣誓效忠普加乔夫,晚上就改为了叶卡捷琳娜女皇,然而不管他们归顺哪一方,都不能保证他们的性命和安全。 叛军们犯下滔天大罪,政府军的恶行更是甚至于此。 这场大战残忍又毫无意义,残害了无数生灵,要塞的统治者也不断更替。 终于,政府军收复了白山要塞,他们对叛乱者施以急刑,把施瓦布林抓了回去。 这时军官们也怀疑格里是叛军,不然,为何普加乔夫杀了那么多人,却唯独放过了他? 施瓦布林为了公报私仇,谎称自己是证人,把一切贼责都推到了格里身上。 说他是最初投降的,和普加乔夫关系密切,总是和普加乔夫一起外出巡视。 格里的辩解苍白无力,而他辛苦打仗一年的世界,也因为没有证人而被研没了。 格里不再辩解,他说上帝会为自己证明。 玛莎听说消息以后想帮助格里,把事实告诉了上层军官。 他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一个被叛军杀害双亲的上尉的女儿,然而却处处碰壁。 与此同时,普加乔夫发动的战乱席卷了众多省份,而全国各地也涌出了新的叛乱者。 他们自称为王,趁乱烧杀强掠。 格里想一路向前,但追随者已经不再想过这种心惊胆战,颠沛流离的生活。 他们和普加乔夫争吵起来,普加乔夫又以写明制。 然而,他们已经不吃这一套了,他们把普加乔夫绑了起来,把他交给了女皇,以减轻他们的刑罚。 临死时,他仍不后悔自己发动了叛乱。 最后,他被处以无马分尸之行,这场起义也由此终结。 玛莎为了救格里,写了一封请愿书。 他在女皇出行的路上拦住了他的马车,追赶着马车,把事实告诉了女皇。 第二天,他就被请到了王宫。 女皇看了他的心后,确信格里是无罪的,并为他们的爱情感动,承诺成全他们的婚事。 他下了赦免书,让玛莎前去刑场救回格里。 玛莎赶到时,格里和施瓦布林已经被带到了刑场上。 玛莎及时赶到,格里又一次在绞刑架下获救,而等待施瓦布林的只有死亡和惩罚。 格里和玛莎团聚,是玛莎的坚持才救了他。 今后的岁月里,他们相依相守,过着幸福的生活。 这部电影改编自普希金的长篇小说,在一段俄罗斯特殊的历史时期中,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为人们呈现了一段打动人心的爱恋, 并透过爱情故事,呈现了一大批鲜明的人物。 影片里,普加乔夫勇敢无畏,豪迈机智,正直仗义。 从孤身艺人开始,不断带领人民起义, 儼然是一副人民英雄的模样, 但他却在起义中残害无辜,大肆暴行, 这也注定了他的失败。 叶卡杰里娜女皇的政权,也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得来的。 他的喜怒难测,被带民众恩威病失, 被带叛军毫不心慈手软, 瘦阿布林狭爱卑鄙,阴险狡诈, 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还有一大批誓死不详的军官将士, 将这个故事演绎得非常精彩。